來看美國總統拜登 會跟中國國家主席 主席 習近平在APEC來舉行回答 外國外國也都很關心 我們跟外國部長的交易就表示 美國方面有性感跟我們交通 台灣也跟一些朋友繼續來聯絡 不過這也要安排台灣APEC代表 在這段的創辦人中長模 跟拜登來回答 APEC和台經濟合作會25舉行 美國北京政策 美國總統拜登賣會建 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 變成是國際主席的焦點 占對拜習會可能影響 台海局勢 外國部長國調協定表示 美國每次僅有高層會議 都會跟台灣交通 我們台灣更需要認清我們所處的這個情勢 要避免戰爭的這個發生 台七年創辦人中長模 國際男人代表出色APEC 除了要對外典建臺灣高科技兩名 去我們其他國際合作 是不是有機會跟拜登來回答 國調協定是正式當地安排 那是AIT主席羅森伯格 在選舉前訪問台灣 國際性命反對台獨 國調協說兩個人輸在學習近平 美國說台灣是阿泰龍先的力量 對台灣的支持這麼緊張 不過民進黨中央參選人勞請得 點名主美大債消費金是付出優先人選 你會關心會影響台美關係 國際關心五條社團出要接替主美代表 要回來國內是不是要接你的位置 是不是你要去美國 沒有這件事 若是別共印太事務協調官坎佩爾 要接任副國務卿 五條社很讚動 共調坎佩爾是台灣最優好的朋友 另外我們友邦諾魯發生政經 新任總統雅定上台 五條社說 諾魯新政府新總統 跟台灣關係優好 能夠的報告很穩定 記者 中華報道